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们开始上课 上次讲的有没有问题 上次我们讲的其实 一个很简单的观念 就是我们把一个正离子跟负离子 让他们靠近嘛 对不对 最后他们会有 记得喔 两个例嘛 一个是什么 相吸 相吸是什么 库仑粒 对不对 那他们太靠近之后 有一种相似的粒嘛 这个相似的粒是什么 这是电子的吃粒 好 所以如果我们从粒来看 或是从能量来看 好 好 我们算是说 从粒来看 大概是这样 好 好 好 如果从能量来看 我们会得到一个这样的图 好 这是 吸引力 好 那这是次力 这是次力的能量 这是吸引力的能量 然后 好 我们在意的是 最后加起来这个 静力 或是静能量 好 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 几个重要观念 观念 一个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以力来看 在平衡距离的时候 他们 好 抱歉 这个 我看一下 我画得有点错 抱歉 这个 好 抱歉 这个 抱歉 这个图重画一下 就是那个 他们 这是能量零在这里 好不好 如果是能量的话是这样子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有点错 这个 有点错 这个 像我说 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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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可以看到 就知道 能量的話 它能量最低 這幾個觀念 很重要所以請大家 可以 去記一下 那 如果從這裡出發的話 我們上次有說 有三個 三個 材料的 性質跟這個曲線 很有關係 第一個是 見解能量 那 第二個 我們說是 熱膨量係數 第三個是 陽式魔術 好所以我們上次說 如果當這個見解 它這個 能量如果它往下降越低的時候 就表示這個材料見解能 越 強嘛對不對 所以會反映在哪裡 我們說 會反映在材料的溶點 好不好 好我們上次講說如果 你要把這個材料 加熱 讓它 劍打斷就跟這個 你把劍打斷就表示說 讓它的 劍解 變能量 變成零 可以這樣來看 好不好 因為它變在流動嘛 所以 你要克服的就是這個能量 好 那我們 上次講到這個 第三個 第三個 陽式魔術 那我們講到 陽式魔術 這個很像以前我們大家學到的 f 等於什麼 kx 那到第六章我們會 再仔細來講這件事情 不過現在 現在大家要 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 這個正比常數代表意義是什麼 就是說 它是一個 你今天給它一個 這個我們還記得嗎 這個 印力 這是什麼 力除以什麼 它的橫截面積 對不對 然後這個呢 印變 以前我們是說 這是l 我們算是 除以l0 我們把它 normalize 就是說把它除以 它的 截面積把它除以 原廠 所以這只是代表一個 相對的概念 這個我們 第六章會特別講 那現在 在這裡講的話 這個陽式魔術 好不好 好 那 中文叫做 陽式 好不好 魔術 是這個模 為什麼叫魔術 這個只是翻譯而已 modules 或是這個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名稱叫做 彈性魔術 以它 modules 好 其實是同樣的意思 它這個 值越大代表什麼 它的剛性越 強 越不容易 變形 好不好像大家 如果玩玩具那種彈簧可以這樣 有沒有會這樣 跑的話那個就是 算 彈性魔術比較 小的 好像氣層那個彈簧 彈性魔術比較大 好 所以我們從這裡來看的話 我們現在用簡單的數學把它 轉換一下 好 所以我們如果對 所以 印力對 應變 為分 事實上是等於什麼 就等於 這個陽式魔術 你們還沒學過為積分嗎 還是正在學 還沒嗎 你就把這個當作是 變化量 好不好 好不好 這個就等於什麼 這是微分 偏微分 事實上你就把它當作是一個變化量來看 你們當 當你們大一下的微積分 讀完之後你就知道 老師為什麼要這樣寫 好不好 好 然後呢 它是 正比什麼 好 它會正比 對 對立的微分 跟對 R在 R0的微分 好那為什麼 因為 因為像我們剛剛講的 在這裡 好不好 主要是因為 你今天 印力等於什麼 F除以什麼 A0 然後呢 印變等於 R 等於說 L 減掉L0 除以L0 就等於 R減掉R0 除以R0 就等於R 除以R0 減1 好因為這是常數 所以你對微分 變化量 事實上是正比 上面這個 對印力微分 事實上是正比的吧 立 對不對 因為它這個是常數 然後呢 下面這個 對 應變微分 這兩個都是常數 所以你事實上是正比的嘛 正比 R 事實上是正比L 不過因為 這兩個比例 如果一個材料是 軸心排列的話 你全長的變化量跟 兩個軸心的變化量 那個比例是一樣的 好 所以我們最後就 就是說 簡單來講 這個就是 印力正比F 然後這個呢 印變正比 R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這樣換 好 所以如果你從這樣來看的話 力對R的微分在R0 這個以前大家有學過那個 斜律嘛對不對 這是哪裡的斜律 哪邊的斜律 哪邊的斜律 等於是說 你在R0的時候 這就是 這個就是力嘛 力對R的做圖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裡的斜律 看清楚嗎 看清楚嗎 好不好 是 可以可以 好 好 那 所以 這一項 好不好 就是這裡的斜律 就是這裡的斜律好不好 等於是什麼 說 F R 曲線 啊 在 R0 的 斜律 是 好 好 可以沒問題 好這個喇叭是傳到外面去沒有傳到後面去 抱歉 那個 大聲一點 這樣聽得到嗎 好 好謝謝 好那個 就是說 這個清楚嗎 這個數學清楚嗎 微分的概念你們以前有學過這個微分的概念嗎 有 好 那 好現在 我們不只 看 用力來看我們可以用這個能量來看 好 所以事實上 他這個 好不好 我把這個寫到 這邊來啊 好不好 他這個又 正比 好 好不好 那這個 這時候我把這個能量做做U好了 因為他會被 我之前是用E嘛 那個 把他改一下 就是說我們這裡的E是指楊式魔術 好不好 這是 楊式魔術 這裏的U是指能量我們剛剛講那個位能 因為如果我用相同的E的話就會跟這個楊式魔術混淆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那為什麼會這比為兩次為什麼 因為 我們 這個能量 等於什麼 F乘以 做工嘛 F乘以德塔X 這個以前有學過這樣的式子嘛 好不好 好不好 可是在以後你們會學的話這個能量的人的話 等於會用積分來表示 如果他當然是一個 等於是說線性的你可以用 乘的 可是如果他是不規則的 這時候 他就需要用積分的力 你的力 是一個不規則的力 好不好 你就要積分了從多少 好 上次我提過嘛 你要從 這個 無限大 積到R0 所以 他是這樣積分 所以你在微分的時候 你在這裡處理的時候 還要再對 這個 好不好 等於說 你要是對 能量微兩次 他跟他是差一次的 積分 好 那 所以呢 這樣子的話 你會來看 對 所以 是 UR 好不好 我一次是斜律 微兩次是什麼 這以前有學過嗎 曲率嘛對不對 好不好 所以 我一次是斜律 我也兩次是曲率 所以這個 能量就是這嘛 你把R curve在 R0 0 的 好 曲率 好 這個曲率我們叫 Curvature 好不好 是曲率 好 就是在這裡 好 所以一個曲線 比如說 這樣的曲率大 還是這樣的曲率大 哪一個曲率比較大 曲率是我們是要講彎曲的程度 對不對 好不好 所以當他這個 這個半徑越大的時候 曲率是正比 R分之一 所以他當他半徑越大的時候 他曲率就越 小 好不好 這是 這是 好不好 這是比較小的curvature 這是 大的curvature 這個 好不好 這可以分辨一下 所以在哪裡 就是在這邊 這個曲線 所以這地方的曲率就是什麼 正比這個 陽式魔術 這樣清楚嗎 所以我們從這個曲線 如果你可以 找到這個曲線的話 你可以從這個 力 對 距離的這個 斜率來 判斷它是一個 大的陽式魔術 當然如果大的陽式魔術就比較不容易變形 才叫剛性比較強 小的陽式魔術 大 陽式魔術是什麼 曲率大 斜率大 這樣子 好不好 這樣是斜率 小 那 也可以從這個 這裡來看 好不好 也可以從 能量對 距離的曲線來看 這裡是 在這裡的曲率是大還小 如果曲率很大 就是很深這種 好不好 我們剛剛講的很深這種 有沒有到這裡很深 這樣起來 好不好 這是什麼 是屬於 大的曲率 這種是什麼 這種是它的 陽式魔術比較大 材料強度就會比較 強 好 所以這個是 我們說跟 陽式魔術有可以相 做連結 好 這部分有沒有問題 好 那第三部分 好第三部分就是我們上次講的 就是說 它的熱波浪係數 事實上是第二部分 我把它 最後一次講 因為這個需要解釋一下 好 這是 熱膨脹係數 好 好這部分在 高中大家 也有學過 好不好 材料會 大部分材料會熱脹 冷縮嘛 對不對 以前沒有講過原因 好不好 為什麼材料會 熱脹冷縮 你溫度增加的時候 比如一個金屬你溫度把它增加它會 長度會變長對不對 溫度降低它會變 短 好為什麼會這樣 冷縮 好 會不會是因為 你材料 溫度增加的時候它 震動變大 造成了嗎 好不好 大家有沒有 想過這個問題 如果一個材料 你溫度增加它 震 你用那個 好假設好了我們用一個簡單的這個 彈簧模型 好 等於說 原子跟原子中間 它上有間解 我們把它當作彈簧 所以 當 以前有學過嘛 當溫度增加的時候它的 它的 動能會變大嘛對不對 它有震動能有轉動能這個 以前有學過這件事情嗎 好不好 所以震動能變大 它會不會長度就變長 好不好 有沒有 你們以前有沒有學過這個原因嗎 沒有吼 好我們現在就是要講這個好 那事實上我現在講的是說 光是只有震動 震幅變大 會讓它長度變長嗎 好不好 事實上是不會的 為什麼不會 你想想看 一個彈簧 好不好 一個彈簧如果你讓它震 它當然 比如說它原廠是這樣子好了 好不好 這我們叫L0 你如果讓它 去震 對不對 然後呢 它開始往外震 的時候會比 L0 長對不對 然後震回來的時候會比L0 小嘛對不對 沒錯吧 可是它如果往外震的這個 這個 長度跟往內縮的這個長度是 一樣的話 那最後它平均的長度還是 L0嘛 這可以理解嗎 所以光是 本身這個 政府變大這件事情並不會讓材料 變長 為什麼 因為 你這邊有無限長的材料 你有時候它變長 可是它會變短 你最後整個平均下來之後 會什麼 會是 一樣長 好 那有些材料 熱螃蟻係數很大 有些常常熱螃蟻係數很小 比如像一般來講高分子材料 塑膠材料 熱螃蟻係數很大 那金屬材料 熱螃蟻係數通常是中等 那哪種材料最小 你猜一看 哪種材料平均下來 熱螃蟻係數最小 有一種材料熱螃蟻係數最小 有一種材料熱螃蟻係數最小 所以你拿去做杯子 為什麼拿去做杯子 因為 因為你最常熱螃蟻係數就是你的杯子嘛 一下裝熱水一下裝什麼 冷水 你裝熱水的時候它會膨脹 比如說今天你這個 如果你這是個杯子的話 它 熱螃蟻係數很大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裝熱水它膨脹 然後呢 你把它放到冷水去它縮小 這個熱障冷縮就會讓它 裂開 所以為什麼你要用陶瓷杯 馬克杯要用陶瓷 就是說 一般來講平均來講 平均來講 陶瓷材料 熱螃蟻係數最低 我等會來解釋為什麼會最低 然後高分子材料熱螃蟻係數最 大 有它的原因 我們現在 就是說我們很有趣的 我們可以用 一個材料金的間解 兩個原子的間解中間的曲線 我們就來說明 就可以解釋說為什麼有些材料 熱螃蟻係數很大 有些材料熱螃蟻係數 很小 好 那我們現在 來看為什麼會這樣子 事實上 這個 熱螃蟻係數 好不好 我們說 熱螃蟻係數 CTE 熱螃蟻係數 我這樣寫 它是一個函數 就是說 它是一個Function 好不好 我先把它寫一下 我再解釋 好 好 好 這防螃蟻係數它是一個 Function of 就是說它是一個函數 是什麼 什麼函數 是 是 我們這個曲線 好不好 但這是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說 等於是說 對 在 好不好 在R0 它的對稱性 它的程度 如果它對稱性越好 它這防螃蟻係數越小 我先來定義這件事情 就是說 好 那什麼叫對稱 好 比如說 如果今天一個曲線 是 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剛剛 大部分的畫出來都是像這樣 對不對 那我們說對R0 有沒有對稱 這有對稱嗎 它對R0有對稱嗎 不太對稱嘛 好不好 所以這是 R0 好 什麼曲線比較對稱 像這樣子 像如果它有個曲線 如果這是R0的話 如果這是R0的話 它這樣 有沒有比較對稱 這樣我們是說它比較 對稱 因為你對R0這個左右兩邊 這個值 一樣 好 那我現在就用了這個 圖來解釋 這個要注意聽一下 這個 這個不是那麼 直覺 好不好 我要解釋一下為什麼 有沒有 有些曲線這樣子 它這個方向就會變 比較小 好 所以我們來從這裡來看 可以從這個圖形來看 好不好 你看當 溫度很低的時候 當然這個是 這個是在 好 那溫度 我們這樣看好了 溫度增加 溫度增加 事實上它能量是變 高的嘛 好 它變高的話 你從這個曲線來看 你會發現有兩個解 沒錯吧 這以前有學過這個解嘛 對不對 這是一個曲線 當然 這是能力 這是能量嘛 對不對 所以你溫度變高的時候 你溫度變高的時候 你從這裡來看 這可能溫度 T1 好不好 這個上來一點是溫度什麼 T2 對不對 T2會大於 T1嘛 這沒有問題吧 好不好 那你會發現說 當你溫度變 高的時候 它的 它的R 它的距離有兩個解 一個是一個比平衡距離大 一個比它 小 這看得出來嗎 這個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這個 彈簧 你如果這個是叫R0 當你在不是絕對零度 零度K的時候 絕對零度K它不會震動 好不好 所以當溫度比較高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 震動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平衡距離就不是只有單一子R0 它會什麼 往 內震 對不對 這個我們 我 我如果在這裡的話 假設好我現在在T1 好不好 我就把這個 這個叫做 R負 好了 那如果在這裡的話 我們叫做R正 意思是說 當溫度高的時候 事實上 這個材料會開始震動 這個你們以前有學過這個概念嗎 沒錯 好 它要開始震動 它往 往比較靠近的震的時候 這是什麼 R負 相對那個解 那它往外震比較到最外面的時候 好不好 好吧 這個叫 R正 好這個兩個圖有辦法連起來嗎 可以嗎 為什麼 它就是兩個解 R0在這裡 所以你看 這當然是 你可以把這裡當作絕對的淋度K 好不好 絕對淋度K 溫度一增加你就會有兩個解 因為材料 好不好 原子會震動 會有 會返回循 所以我們說這邊 你會 比較靠近的時候 我們叫R負 比較靠近的時候是R正 好 那我現在 要跟大家講說 如果這個曲線非常對稱的話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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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 等於說 這個 如果 R0 減R 負 等於 R正 減R0 好不好 R0 這是它 0度K平衡的距離 減掉R負是什麼 往內震的距離 就是這一段嘛 等於它往外震的距離 這時候 會有熱膨量係數嗎 好不好 好不好 這時候 你如果全部去看 最後平均下來 它的長度是不會升長的 所以呢 我們可以講說 這時候 這個 Ct 好 那 但是 你注意看我們這個曲線 好不好 如果我們一般這個曲線有個特點 為什麼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 有沒有 這個是 吸引力的曲線 這邊會拉很長 有看到嗎 好不好 我們一般來看這個吸引力的曲線就會拉很長 所以事實上你注意看 這個幾乎不會成立 是不是 哪邊會比較大 你看這個曲線這邊會拉很長 所以你看你這樣畫過來的話 哪邊會比較長 是不是這邊會稍微 長一點 這邊是什麼 R正嘛 沒錯吧 所以呢 正常的Case下 好不好 好不好 正常的Case 我們說 正常的Case不是這樣 正常的Case是什麼 R正 減掉R0 會大於什麼 R0 減R負 我只把它寫下來 數學 把它寫下來 沒錯吧 因為我們曲線的本質 看起來比較像這樣子 有看到嗎 有沒有 這一段是什麼 這一段就是 R 正 減R0 好不好 那這一段呢 這一段就是 R0 減R負 好 如果一般都是這個Case的話 請問一下你溫度增高 你會發現說這個非常明顯 你溫度再繼續增加 有沒有 我畫的比較 更極端的Case 有沒有發現 這一段 遠大於 這一段 這樣表示什麼意思 就是說 所有的 這個每個彈簧 它往內震的都小一點 往外震的都什麼 大一點 所以 這樣就會造成最後 你溫度增加的時候 它會變長 這樣清楚嗎 好 所以你知道 有些材料 是 你溫度增加 它會什麼 熱盤係度下降 有聽過這種材料嗎 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用熱障冷縮的觀念去看是 不是 用熱震動的觀念去看的話 事實上沒有辦法解釋那個現象 好不好 那是因為 真正的原因是 這個曲線的對稱性的問題 好 現在我們來講到 怎麼樣才有辦法讓它變得 比較對稱 事實上如果從這個曲線來看 如果它 見解能量很大 你把它這個 這個我們說上這個凹槽變得很 好 這個我們 這個所謂的凹槽就是 好 這個我們第一個英文就是 這是它 這個曲線 這個我們叫凹槽 好 這個 如果你讓這個凹槽變得很 深 它這樣一往下拉 事實上 它 比較不會受限於 這個尾巴拉很長的話 它這個就會比較對稱 好 所以 我們來看 好 事實上這個我們最後 會得到 好 一個 簡單的結論就是說 今天 這邊 這個CTE 同時 你又可以把它寫成這個 好 它越深 就會看 它這個凹槽是不是這個凹數 如果它今天越深的話 它的 這個 它可能越對稱 它可能越對稱 簡單的講就是說你今天 這個 UR 曲線 好不好 越深 好不好 或是越陡都可以 好不好 然後你就會得到個結論是什麼 這個 這個 它曲線 好不好 會越對稱 然後 然後 這旁的細部會 所以 CT V1 越小 我們等一下也會看一個 一般性的例子 發現說 如果你把材料做一個大 好不好 大的歸納 我們會看到這樣的現象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我想 這個需要大家 想一下 如果 你採導會第一個有問題 會在這裡 好不好 這個 有 聽懂了 舉手一下 我看一下 有幾個 聽懂了 好看起來是 只有大概 五分之一而已 哪邊不懂 好不好 有沒有哪邊不懂 我再簡單講一下 熱障冷縮有熱旁溫係數 熱旁溫係數如果微正的話 就是什麼 材料 你溫度增加 它會伸長對不對 好 它不是只是因為單純的 這個政府變大而已 為什麼 因為政府變大 你知道嗎 政府 政府變大就是說 你 什麼是政府變大 就是 你今天 好不好 政府變大就是說 譬如說 你今天 兩個原子 政府變大就是 它可能 你知道它因為它是彈簧 它 政府變大如果它是 正常的只是 只是 它震到這邊的話 它 縮還會縮到 比較小的地方 這樣 你清楚嗎 就像彈簧一樣 你彈簧把它拉 比較大 它還會縮比較多嘛 好不好 所以如果只是單純的這樣 正 變大變小 啊政府變大 你知道它平均下來 它的長度是不變的 你現在讓它長度變長怎麼辦 就是 你往外的 變得比較多 往內縮得比較少 所以它平均下來就會變 長嘛 清楚嗎 好不好 好 所以我們這個回到剛剛那個 Case就說 好那 怎麼樣才 什麼情況會這樣子 就是 有沒有 你這個曲線 這樣算有點對稱 這個曲線如果 這個拉長 然後你對 你在R0的時候 好不好 你看 你看 我們說你溫度增加 這個是什麼 能量 對 R的做圖 所以你看 你溫度增加會有兩個節嘛 這個以前 數學的告訴你會有兩個節 這兩個節都是真誠出戰的嘛 好不好 所以呢 你意思說 你溫度增加的時候 它 它 這個正 在這個比較低溫的時候 往這邊正 往這個是 R變小 所以這是往內縮的量 這是 R變大 往外縮的量 有沒有 這一段 大於這一段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什麼 我把它畫個誇張一點 誇張一點就是說 你往外震 變大了 那你往內震 是這樣子 所以平均下來的長度就是 變長 這樣清楚嗎 好 當然 現在 說不定有一種Case 是什麼 有些材料是熱 熱縮冷障 那它曲線就會倒過來 所以跟這個曲線有關係 你這樣才能解釋 那個熱縮冷障的一些材料 比如它的曲線呢 如果是 那 假設好了如果剛好是 反過來 好吧 反過來是 這樣子 那 你這邊 溫度增加的時候 這邊比較長這邊比較短 當然這樣的材料非常少 比如說水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嘛 水密度 什麼時候最大 4度C 所以你溫度增加的時候 當然是沒有問題嘛 你溫度增加的時候它 長度變 它體積變大 長度也變大沒錯 溫度往下降呢 它還是變大 好不好 好 所以呢這個就是說 這個曲線 它的 所以我們說熱房溪係數跟這個曲線的對稱 對稱性才有關係 如果今天這個曲線 很深很陡 很深很陡 它就 你知道對稱 對R0對稱 所以你看你這兩個結 就會剛好在 你這個對稱性中間 而且你往外震 跟往內震 那個變化一樣 所以最後你材料平均長度是不太變的 所以你知道嗎如果比較好的 SiO2它的 熱房溪係數只有多少 0點幾 好不好 乘以10的-6 你每增加每度C的時候 那比較 差的 不是說比較差的 這個高分子材料 它可以到幾百 好不好所以說看材料這個曲線是不一樣的 那等一下我們再看一下 看一下我們再把它 往下看好不好 好 我們把 我最後把一個 我們做一個圖好了好不好 做個表 我讓大家看一下說 的確有這個趨勢 好所以這是不同的材料 這是我們叫 Penalting point 融點 我們材C來看 那這是CTE 熱房溪係數 熱房溪係數單位一般乘以10的 負6 材C 有點沒增加 材C的時候是 它生長的比例是多少 是在10的負6 那這是陽氏模組 這是GPA 好我們現在有不同的材料比如銀 鮮 鋁 銅 鐵 這是烏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拱的 融點負39度C 他熱房溪 千 327 鋁660 銅1084 鐵1538 烏3387 好 然後 熱房溪係數 這是40 算這個40算金屬中算大的 29 22 17 12 4.2 所以熱房溪係數從這邊 往下 漸降 那陽氏模組呢 因為這個是 在室溫下是液態所以 我們 不看這個事情 然後 70 110 205 400 好我們現在從這幾組材料就要 我們把 剛剛我們講的那幾個做一個結論 好你看 如果我們按照 剛剛那個整個結論的話 當你融點 往這裡越高的時候 有沒有 這個曲線是越 深越陡嘛對不對 沒錯吧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往下的話 往下的話這是什麼 我們說 UR 曲線 會 越深 這沒有問題 這沒有問題吧 這是從 邦丁 邦丁的能量來看 是 抱歉這個是 GPA 好那個 GPA 是死的 九次方 好不好 跟你們現在 CPU的那個 幾G 是一樣的 好不好 GPA 好 死的九次方 好 那 所以 我們剛剛講說這個 往這裡 所以 見解能量越大 曲線越深 造成它什麼 融點越 高 沒錯吧 好 那 如果 從這裡的話你來看它 這龐的係數對不對 這龐的係數的話 我們講說它如果越深 它就會越對稱 越對稱這龐的係數就越 小 那有看到這個趨勢嗎 有沒有 這是4.2 好不好 4.2 點 這有個點要記得一下 好不好 好不好 所以也是一樣 有沒有 4.2 所以它變 變得蠻小的 也就是說你 見解 越強 你好像 好不好 這個 你的 曲線越深 好不好 你可以講說 UR 這個 這個curve 越深 好不好 然後越對稱 重點是 好不好 講到CT就是對稱性的問題 這清楚嗎 好不好 這龐的係數對稱性的問題 好 然後 如果看楊氏魔術的話 楊氏魔術 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說你今天 如果這個 曲線越深的話 這個曲率會越 大嘛 越大就是楊氏魔術越 大 剛我們講過這個什麼 1 正比 是吧 這個 好不好 我們說 UR 好不好 曲線在 R0的 曲率 好 所以400 當然對金屬來講是 很大的 所以這個 你可以看到一個 從很簡單的一個bunding 從一個很簡單的bunding的這個 模型出發 我們可以得到 材料 很大的 有沒有 這個我們說要 快材的 這個性子是什麼 這個性子是 有沒有 這個性子可能就是 像大家 一般拿到的很多這種 這麼大的 材料的性子 好 那當然這個 我晚一點會來講 就是說事實上這個代表 某程度的意思是說 它是個 一指周形性排列 好不好 我們現在 如果它一指周形性排列 都這樣 變化 好不好 沒有什麼變化 就是周形性排列不變 那我們看一個跟看 全部的是很接近的 如果它這個排列跟大的 排列不一樣 我們看一個 不會 代表全部的 好不好 所以 到下一章的時候 我們就會來講 金屬這個都是什麼 這個都是周期性的排列 就是所謂的 晶體 你今天小距離 我們現在這個小距離 這個是anthor等級 好不好 那我們一般講的這個材料呢 好不好 一般材料是公分等級 好不好 所以呢 小距離排列 因為它是周期性的排列 都是按照這個方式排列 好 那第三章會講 按照這個方式去排列 每種材料有它排列的方式 所以 你看兩個原子的距離 你就可以大概預測 全部 大面積或大塊 材料的 一個性質 好 這個沒問題 好這部分 回去看一下吧 這個部分特別是 熱膨胺系數這邊 那如果你還不清楚的話 你 問一下 聽得懂的同學 或是等一下下課來問我 我會請助教 特別在 對這方面再解釋一次 那如果你回去要自己看的話 好不好 熱膨胺系數這邊 在 19章 好不好 在19 19-3 好我只是先把它拿來到這裡一起講 因為 它跟我們這個 間解的曲線 有相關性 非常的 相關 因為它就等於 這曲線的對稱 好 好那我們請大家回去有課本了嗎 回去先看一下 2-6 2-6 2-7 好不好 我們把2-6 2-7看一下 然後我們明天 就要講 2-6 2-7 第二章我們明天就可以講完 順便上 看到第三章 會 也順便看一下 第3章前面 好不好 原子周期性的排列 好 我們先停在這邊 8-9 月 6-6 8-6 8-7